这段我们会说是14.6色光的混合原理 我们会说一些例子 其实在教科书的76至80页 其实都是说这部分的东西 至80页都是这部分的东西 首先我们看教科书的图 原来三种原色光分别是红蓝绿 这个是光学三原色 但工业三原色 即是在美术室混合颜色的时候 工业三原色就是红蓝黄 这个就是红蓝绿 当红蓝绿三只光加起来 就会变成白光 红绿加起来就会变成黄光 蓝绿加起来就会变成蓝绿 蓝色光和绿色光加起来就会变成蓝绿 而红色加起来就会变成阳红 这个情况就是说 基本上所有会发光的东西 其实发出来的光 都可以靠不同比例的红蓝绿光去做出来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手机或者电视机 基本上它都是由很小小的一些微粒组成 而这些每个很小小的微粒 里面其实有些是光点 三点为一组 其实就会放出不同强度的红绿蓝光 比如说好像这双花 这双花 如果我们看看它有比较浅黄的部分 有白的部分 也有绿 也有比较暗的部分 比如说如果比较浅黄的部分 就是比较光亮的黄光 其实就要比较多的红光和绿光 就会出到比较黄的部分 比较白的部分 就要三颗的光点 都一起有个比较强度 就会出到比较白 比如说这些比较暗的 就三颗都要出 但是强度就低些 三颗都用可能几十% 就会出到比较没那么白的光 于是就能够形成有一个灰暗 如果是这样 首先就一定要记住 色光混合的基础 另外就还有 就是会有以下一些的情况 希望同学是可以知道到 如何去处理的 比如说 如果现在我就找一个 不是白光的光源 就去照射红色的物件 那会呈现什么色呢 因为平时我们日常生活 用的是白光的光源 我们看到的是白光的光源的时候 就像这个图 就是说 你什么色光都有 比如说 苹果 一个红色的物件 它有一个特色 就只是反射红光 所以它就有适当的光的成分 可以反射 所以它就会呈现一个自然的红色 那就是用白光去照射 那就是很多的色 给苹果去选去反射 那它反到红的时候 就会让我们看到红色 绿色的树叶一样 如果我们有什么颜色的光 都打下去 那它就只是反射绿光的话 我们的眼睛都会看到 树叶是绿色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就是说 如果现在呢 就有点点特别 就是用黄光去照射一个 红色的物件 那其实我们对眼睛 在看反射光的时候 会呈现什么效果呢 那首先呢 我们看回刚才说过的就是 那个黄光本身是有两个成分的 第一个成分就是绿光 黄光本身是由绿光和红光组成 那好了 但是当绿光和红光一路前进的时候 就只有红光会被红色物件反射 就只是反射红光 而这个去到这里就会被它吸收了 绿光会被它吸收了 所以眼睛呢 对眼睛的经验呢 就会看到红色了 那就是这个就是黄色的光 打到红色的物件 呈现红色 那如果现在很相近的一个例子 就是用黄光去打落蓝色的物件上高 那会呈现什么现象呢 那我们说黄光本身是由红光和绿光组成 那就是说呢 就有红光和绿光会照射这个蓝色的表面 但是蓝色的物件就只反蓝光 所以我们这只眼睛呢 就会发现这两只光 就是我们就会发现红光又不反射 蓝光又不反射 当我们发现接近没有反射光的时候 眼睛就会经验到 就会觉得是黑色或者没有光 那个经验是没有光或者黑色 所以蓝色的物件在黄光的情况下 会呈现黑色 呈现黑色